我們剛剛有給各位看一下就是在這裡 就是那個在YouTube這邊的這個字幕 你可以有一些優點對不對 你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開 當然有字幕還有另外一個好處是 如果別人不同語言在看的時候 可不可以直接翻譯 也可以 也可以 因為有字幕檔 那你如果要在YouTube裡面做的話 你可以先找到你看哪一個影片 你要把它放上這個字幕 那你就進到這個編輯裡面 進到這個編輯 這裡有看到上面有CC字幕了嗎 就是這裡 就這個地方你把它按下去 有沒有看到新增字幕 不過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是 在這邊 這邊 因為他有提供兩種方法 一個 一個一個來 如果不多 這樣還好 但是如果比較多 我會建議你 用上傳檔案 那這種方式免費卵體就比較多 也就是說你自己先看完影片之後 我知道 哪一個字幕是大概從幾分幾秒到幾秒 就是那個字幕要存在的時間 那你用那個軟體編好之後 把它匯出成一個文字檔 我們一般講的字幕檔 那你就直接上傳上去 這個時候它就會在 剛剛你看到在下面就直接出來 那如果你不要 你也可以在上面直接就個別建立 你就看到你要到哪一段 這一段我要加一個 有沒有 好 比如說 這是第一個字幕 按加 有沒有 它就維持 這裡 從這裡到這裡 自己打 這樣了解嗎 如果你不長的話 其實用這樣也是一種方式 只是大部分我們都是比較長 如果比較長的 我就不建議你在這邊 那因為這種方式 我們就不用去依靠 我們剛剛講的 比如說威力導演啊 或者其他那個付費的軟體 因為字幕編輯的軟體很多 免費軟體很多 這樣你會比較方便 這樣OK 所以你等於說我把YouTube當作是一個 就是也是一個字幕機 那我只要把檔案準備好 就匯進去就好 因為像那一塊的部分 這個匯入跟匯出 字幕檔在威力導裡面 那是屬於付費的功能 免費版本沒有這個功能 OK 字幕檔怎麼做 字幕檔怎麼做 來 這裡 你就找 你們一定要免費的嘛對不對 我這樣有沒有很差勁的關鍵字 但是寫的很直白嘛 有沒有看到有免費的 最好是免安裝的你知道嗎 我大部分都喜歡比較免安裝的 因為不喜歡就丟掉就好了 安裝的還會留一些垃圾在裡面啊 那你就找這樣 因為大部分的編輯軟體都是類似像這樣子 就是 它等於就是好像它本身就是一個影片 那個什麼 瀏覽器啦 影片的觀看的那個 軟體 只是你可以加字幕這樣 你看在這裡 有沒有 你就自己加進去 它有的比較單純 有的功能比較多 只是我平常 比較少會特別去用這些東西啦 比較少 那 你看這邊 這裡 這個也是齁 這樣有看到了吧 就是你看完影片 你看影片的時候 它有的是你可以直接在上面預覽 但是原則上 他們格式都是像這樣 有沒有起點 中點 那你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的那個格式 這個是十分秒 然後後面是影格 影格 那如果你不太了解的話 沒有關係 你就照上面的 照上面這裡 因為它大部分都可以預覽 都可以預覽 因為我們這裡會有影片的格式 有一個我沒有跟各位介紹是 那個美規跟歐規的問題 台灣用的是美國的規格 所以一秒鐘是 30格或29.97 這個單位我們稱作FPS Front Per Second 每秒鐘 好像那個底片有沒有 要播多少格這樣子 好那如果你是電影的話 一般都是24格 那麼 也還有一種歐規的是25格 25格 所以等於說我這邊就是到30 再近一秒鐘 這邊是24格 就近一秒鐘這樣子 好 就在它的那個時間單位上 10分秒格這樣子 這樣 有了解 所以這個是給各位 你可以先稍微玩玩看的 如果說你真的 有這種字幕的需求 我回去看一下哪一個軟體比較適合 下禮拜再跟各位做分享 OK